嘻嘻和小鸡仔 真的太可爱了 小姑娘 你要是喜欢就买三只 婆婆 再送你一只 真的吗 还送一只啊 嗯 你们是在唱歌吗 你们俩是低声部 你们俩是高声部 对不对 我给你们记个名字 就叫小鸡仔和唱团 什么怪声音 小鸡仔 你在房间里搞什么鬼 小呆 你不要抢着唱 小瓜 你的声音最好听最响亮了 和嘻嘻 哥哥 你怎么来了 正好 快来看看我的小伙伴 什么小伙伴 小鸡仔和唱团 好痒 哥哥 看来我的小鸡仔和唱团都很喜欢你 这些小鸡哪来的 我遇到一个特别好的老婆婆 是她送了我一只 还有三只是我花光了所有零用钱买下来的 才组成了小鸡和唱团 你声音机是不是很好 好开心 买三送一 你也好开心 我差点把过来的原因给忘了 原来就是这几个小东西发出了噪音 噪音 你知不知道 他们一直叫一直叫 吵到我都没法做作业了 哥哥 你要用心聆听 我的小鸡仔和唱团明明唱得很好听 相同的频率不停的重复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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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慢 安静点 别吵到妈妈哦 喂 别乱跑 你喝细心 这些小鸡是你带回家的 是 妈妈 我把小鸡养在厨房旁边好不好 不行 小鸡会在厨房里拉屎拉尿 太不卫生了 这里可是做菜的地方 不会的 我的小鸡仔不会随地拉屎拉尿的 讨厌 这些是西西的新朋友啊 爷爷 这是妈妈和哥哥眼里的讨厌鬼 谁说他们讨厌的 明明都很可爱嘛 爷爷 可以把这四只小鸡养在你房间吗 可以啊 我对这些小家伙可不陌生 爷爷小时候在农村长大 家里也养了好多小鸡仔 后来 我可是和他们一起长大的呢 爷爷 那么那些你养大的小鸡 后来他们都怎么样了 后来 后来嘛 长大的小鸡仔结婚 生孩子 也过着幸福的日子喽 真好 真好 小鸡仔和爷爷一样快乐地长大 那我就把这四只小鸡都嫁给爷爷了 他们可是我的小鸡仔合唱团 爷爷一定要照顾好他们啊 放心 爷爷一定会照顾好他们的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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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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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爷爷 你怎么变成熊猫了 嘻嘻啊 对不起 爷爷不能让小鸡住在我的房间里了 爷爷不是以前的那个小孩啊 年纪大了 神经衰弱 没办法听那些小家伙唱歌了 爷爷 我马上就把小鸡带走 你今天白天好好睡一觉哦 熊猫也很快就会不见了 嘻嘻 我带好孩子 我还是把你们带去学校吧 说不定老师和同学看见你们会很高兴呢 同学们 今天我们讲李白的这首《静夜丝》 好 把课本翻到 是谁在学计较啊 安静 安静 嘻 别唱了 在上课呢 真的有小鸡 活的小鸡 好几只呢 有赵头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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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惜惜 老师果然告状了 妈妈 我知道错了 我不应该带小鸡和唱团去学校 我不应该让他们乱跑 不应该让乱磕糖秩序 不应该让老师气得头发冒烟 好 别的我也不多说你了 今天你马上去把那些小鸡放生 不许养了 我留一只好不好 不好 留下一只小鸡 还不是爷爷奶奶帮你收拾 你也就三分钟热度 那我吃完晚饭再去放生好不好 让我和小鸡再多待一会儿 好吧 我的小鸡和唱团 你们尽情地唱歌吧 在这里没有人会嫌你们吵了 找的泥土里有很多小虫子 你们要努力找食物吃 把自己吃得壮壮的快快长大 我经常来看你们的 你们可不要忘记我 要记得我 这下隔壁没有烦人的声音了 安安静静地写作业 然后才安安静静地睡觉 可真好啊 这又是什么声音 难道是 猫 我放声小鸡在时遇见了这只猫 我担心小花猫会把小鸡吃了 所以我就只好把小花猫带回家了 和猩猩 猫猫你 先来吃这个词 小小鸡